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呀 我是小瑶 我是小海 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练羽毛球 首先我说说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其实 从小没有什么自主权 就直接被家长丢到安华去训练了 我那么小五岁半的时候 我说什么爸妈也不会听 所以就是我爸想让我去打球 所以就他就把我送过去 就丢到那边一个人 然后虽然还是每个月会来看我 但是小时候也是因为太小了 所以经常生病那些的 海哥大一点吧 我是七岁多吧 七岁多去的安华 练羽毛球 也是爸妈丢过去了 也没有经过我同意 经过我没有同意 然后给我扔过去了 但是没有用 小时候小孩子都没有自主权 所以我说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最后走的时候 都只能悄悄地走 不能让我们知道 不然就肯定走不了 好 然后如果我现在从就是 我们带培训班啊 这些特长的角度来说说 为什么要练羽毛球的话 其实我觉得羽毛球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如果你能从小一直坚持一门特长 或者是兴趣一直保持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他自身的一个时间安排 包括他一个独立性啊 包括他一个团队精神啊 这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仅是球艺上的 还有对他的一个做人上的 然后时间管理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觉得羽毛球对人的整体品质 是有一些改变的 因为比如说打团体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人了 他会有团体的概念 他就会有集体荣誉感这种 然后打双打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人 如果你在场上老是 就是责怪你的队友 那你肯定是打不好的 所以这种就是两个人是相互的 如果你单打的话 肯定就是一个人 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和心理压力 这种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能力 他才能打得好球的 所以我觉得 对于人的各方面的品质吧 小孩子 我觉得确实是要从小培养 包括现在 国家对体育也越来越重视了 体育中考 嗯 很多项目 其实如果你是从小练的话 应该是不难的 就是去通过 包括现在他有 我知道的我有朋友 他就是在做体育中考的这种 突击的训练 就是比如说我前面没有练过 所以我后面要靠这一年去补 因为你体育如果没有过的话 好像是不行的吧 大家家长应该也知道 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从小能 坚持一项体育运动的话 这些其实应该都是不太难的 如果你一起坚持羽毛球训练的话 如果小孩成绩不是很好 也可以通过羽毛球考一个 比较好的大学吧 不是说很好 就是说 会比普通高考简单一些 稍微简单一些 如果你是有症的话 因为你是要一直坚持 才能有这个东西吗 到了他如果 其实出社会啊怎么样的 都可以通过羽毛球 来交更多的朋友 对他以后的生活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羽毛球现在是全民运动嘛 就是门槛第一 所以只要有个拍子 你在外面都能打 都不一定要去室内 对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啊 包括集团的老总啊 那些都是喜欢打羽毛球的 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种 有很多都是因为羽毛球特长 所以被人家招进去上班啊 这种的都是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羽毛球还是一项 比较全面的运动吧 就是因为他全身都能练到嘛 脚也要跑 手也要动 脑袋也要动 就不会说就是完全比较单一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小孩子有喜欢这项运动 家长有喜欢的话 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坚持下去 不管一周一次或者一周两次 虽然这种频率它会达不到什么 特别高的要求 但是从平时的一些兴趣方面 去提高身体的体能啊 锻炼身体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 如果喜欢什么东西的话 都是要坚持去练的 不管是不是羽毛球 都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坚持的 希望这个视频 能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各位家长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问我们的 因为我们平时很多学生家长沟通嘛 所以就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私信我们 或者留言我们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